全球面臨恐怖攻擊的威脅 台灣如果遭遇恐怖攻擊 有抵擋能力嗎? 有國內學者指出 其實台灣的反恐部隊戰力精良 不輸外國的特種部隊 不過就是缺少實戰的經驗 一旦遇到突發狀況 指揮調度系統將會面臨考驗 持刀打逃 一腳就被踢倒在地下 維安特勤隊無以攻堅行動 兩三下就制服了抵徒 即使遭遇海上挾持事件 亦都有海上反恐部隊 屬於海巡署特勤隊 機動力和戰力都是相當精良的 其實國內總共有六支反恐部隊 包括警政署維安特勤隊 屬於國防部的憲兵指揮部特勤隊 俗稱爺英 還有海陸特勤隊 俗稱黑衣部隊 以及充滿神秘色彩的陸軍 航特勤隊 負責海上反恐 即是海巡署 洋巡和岸巡特勤隊 雖然已經做好備戰狀態 但是國內反恐實戰經驗實在不多 因此 面對伊斯蘭國IS的威脅 學者認為應該嚴肅來面對 但是民眾無需洪荒 台灣遭到IS點名成了反伊斯蘭國成員國 經過檢視 雖然反恐戰力不低 但是懲修和實戰經驗有待加強 政府還是要嚴肅地面對反恐行動